洛乡八宝鸭主要是选择本地的大米 还有我们本港的虾仁 八角鱼等等 这些所有原材料活在八宝饭里面 然后放到鸭子的肚子里面 意义着我们东台人民包容性很强 因此 糯米八宝饭的制作需要格外上心 三个多小时的浸泡 糯米中的粘性成分得到充分释放 糯米蒸熟 桶焯水的板栗 虾仁 香菇等原料一起 放蚝油 酱油搅拌 既调味 也未上骰 对于鸭的选择 潘卓云更倾向于老鸭 因为老鸭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肉质筋道 易于塑形 塑形的重点在于踢骨 手指经过处 骨肉逐一分离 铺开的肚子是八宝容身之处 也是这道菜的乾坤所在 缝合时需要格外细致 缝合完毕 真正的塑形才刚刚开始 以一条麻绳紧记压腰部 慢慢收紧 整个压身呈现出葫芦形状 中国菜向来不均利于某种单一的烹饪手法 锅中快速升高的油温 剥夺了鸭皮中的水分 使外皮迅速变脆 但鸭肉内部还未熟透 两个小时的蒸汁 肉酥骨烂 蒸出的汤汁亦不能浪费 反复交临在鸭身上 补足流失的鲜味物质 褪去绑腹 糯米八宝鸭重获新生 外酥而内糯 鲜中略带甜 糯香削减了肉质的油腻 鸭肉丰富了糯米的内涵 既是菜肴又可当作主食 联系 2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